大家好,我是钟翰良 欢迎收听《成天佑不忧伤时段》 对,我是你们今天的客串主持人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会经常出现 和大家一起欣赏好听的音乐 分享我最近的新戏 以及点点滴滴 不管你是喜欢听好听的音乐 还是你是甜有女孩 是良名 或者狼名 我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里 喜欢我们带给你们的音乐氛围 之前有在微博上发起 分享你的优伤故事 我们选了其中好几位朋友的优伤故事 可以在节目中给大家分享 也让我说说我的感受 看看你的优伤故事 会不会在这里 这是来自大口仔的 竹蜻蜓的甜幼女孩说 入职到新的环境 因为是新员工 所以到现在已经背了很多锅了 真是很心累 特别是今天完全无视我的付出 结果好的时候是老员工的 有问题的时候都是我的 为了这项工作 加班了一个月 真的感觉很委屈 甜幼女孩 不幼上 告诉自己 这是成长的过程 擦干泪水 继续加油 我的感受是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孩 我和你有一样的想法 在成长的路上 确实会经历很多风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很煎熬 但我相信 只要你有信念 努力坚持 就一定会有成果的 看到你心累了 我就再为你加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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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朋友是 为娃若安好 便是晴天的甜幼女孩 她说 好像已经遇到深爱了 但是错过了 这也是目前 我最遗憾的事情之一 没有向那个男孩子告白 告诉她我的心意 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但是 现在她已经为人父 而我 不是那个人妻 想起来 还是会淡淡的忧伤 也许以后 见到会平淡的讲起她 也许 还是没有那个勇气说出来 只能留在心中 确实挺忧伤的 但是呢 不要焦急 这说明了 对的人 还没有真正出现 以后 你还可以遇到更好的 这位朋友是 情有独钟 ZZZZ的甜幼女孩 她说 今天生日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在家 很多人发了祝福 但身边一个也没有 一个人买蛋糕 现在还剩下很多很多 然后吃不完 这是我现在忧伤的事 希望我现在祝你生日快乐 不会太晚 祝你生日快乐 每天都不忧伤 但有时候我觉得孤单 也是一种享受 但如果你真的想找人陪伴的话 或许你可以 听听我的歌 我相信 一定会有人和你一样 同一时间 听同一首歌曲的 其实听了你们的故事 我还是觉得 心态很重要 做任何事情都是 我们要以好的心态 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生活 这位朋友是 午夜阳光下的 山谷的田幽女孩 不知不觉 已经在海外 飘了五年了 想当初 学着少爷 鼓着一口气 提着沉重的行李 独自踏上一国求学路 想要证明自己 后来的几年 春节 中秋 每一个重要的日子 都不在家人身边 也不能说走就走 回去看少爷 错过了太多 面生的机会 世界几年最大的忧伤 少爷 我努力往上走 是离你更近 还是更远呢 你要相信自己 肯定可以的 在异国他乡求学 本来就是一件 需要勇气的事情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了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从不走远 加油 这位朋友是 十岁星VV的田幽女孩说 因为有你 我学到了很多 你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导师 我要谢谢你 有些事情在学校 在家都学不到 你教会了我很多 以后的路 我要陪你一起走 At 钟翰良 不敢当 每次看到你们这样的留言 都挺感动的 我会继续地做好自己 为你们一起努力 我们一起加油 这位朋友是 拿着糖果的梁 的田幽女孩 她说 现在唯一 就想考上好的大学 希望高考后 可以去看演唱会 好希望 我高考后 还有演唱会 希望来广州 我等你的演唱会 希望自己天天 不要自欺欺人 加油 好 那就等你考上了大学 我们随时可以见面 加油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跟我一样 最近都在追剧 如果你有看良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那你一定听过 这部戏的片头曲 不忧伤的爱 这首歌呢 是表达 成天悠的心声 不管成天悠 要在每一个阶段 他都会用正面的态度 去面对人生 就像成天悠和江生 在这百转千回的爱情路上 经历了许多波折 但最后的最后 他们都会迎来 好的结局 优优独播出品 出品统anda